尔湾市坐落于美国加州南部的城县中部 成立于1971年 占地约180平方公里 这里四季如春 风景优美 植被丰富 有着全美最安全城市 旅游度假天堂 科技海岸 南加硅谷等诸多美誉 这期呢 我们分六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城市 第一方面 我们先介绍一下城市的整体规划和发展 和其他城市不同的是 尔湾是由家族企业 尔湾公司负责开发和发展起来的 1965年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出资一美元 从尔湾公司购置了 4.05平方公里的土地 加上加州政府送送了 2.025平方公里 总共6平方公里的土地 用于建设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根据知名建筑师 威廉的设计 以新建立的大学为中心 通过开发 并兼顾生活 工作 购物 学校 公园 和保留地 等多方面的需求 开始作为一个规模 5万人口的城市 进行发展 这之后 新开发的社区 也都有同样 或者是更多的 排套设施 尔湾人口至今 30万 加州排行第14名 美国排行第67名 尔湾人口年增长率 为1.93% 10年人口增长 40.67% 而且是一直在 直线的上升状态 虽然尔湾是一个 多样化种族的城市 但是白人和亚裔 占据了总人口的 90%以上 白人占47.67% 亚裔人口占了 43.1% 据最新数据 尔湾80% 80%以下的人口 年龄在54岁以下 而且平均年龄 仅有34岁 那尔湾平均家庭收入 为135,877美元 全美6.5万人口以上 城市呢 最高收入排行榜 是第七位 第二个方面 我们看一下交通 尔湾北面是圣阿那山 南面是太平洋 是一个一山傍水的城市 尔湾有自己的机场 张问机场 可以直达美国主要城市 尔湾距离洛杉矶市中心 和洛杉矶国际机场LAX 大概开车45分钟 距离海滨城市 新港滩 只有10分钟 距离迪斯尼 开车也只有20分钟的时间 在尔湾呢 很多人会在周末的时间呢 闲暇自驾旅游 一个小时的车程 就可以到达尔湾以南的 圣地亚哥 4个小时可以到达尔湾以北的 拉斯维加斯 尔湾呢 也有自己的Arm Truck和Metrolink 火车站和铁路网连接 高速公路呢 有405 5号 73号等等 另外呢 还有133 241等等 这些收费的高速公路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 第三方面呢 我们看一下 它的教育资源 尔湾最突出和最吸引华人的 便是顶尖的教育资源 几乎所有的小学 初中和高中 都是9分或10分的 蓝四代学校 尔湾联合学区 连续多年被评为 美国最佳教育系统之一 每年有近亿美元的财政预算 拨给这些公立 尔湾的公立学校 以支持尔湾教育 尔湾学区房 也主要是以高中来划分的 尔湾的高中呢 它的资源是非常强大的 尔湾联合学区里 有五所高中 它的API成绩 平均都是在870分以上 每年都处于 全美最佳1300公里 高中的上游水平 超过90%的高中毕业生 考驻大学继续深造 其中大学高中 在2011年 列为全美最好的高中 排行榜第8位 全美最好公立高中 排行榜第2位 尔湾市高中的通过率 是73% 而全美高中的平均通过率 是35% 尔湾的前两名高中 是大学高中和北木高中 在全美的公立高中 前100名之内 而且北木高中 除了非常好的教育外 他们的乐队 也是非常有名的 那么耗资3亿美金 建造的第五所高中 普特拉海 也是具备了 非常先进的 现代化设备 和优质的私资 加州的大学呢 比如说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虽然进校时间短 但是呢 却已经培养出 8位的诺贝尔德奖主 7位普利策奖的得主 成为美国重要的 研究高等学府 学校呢 名列2021年 美国最佳大学排名的 第35位 公立大学第7位 第四方面呢 我们看看尔湾的高科技产业 尔湾呢 有1.7万家企业 是众多知名公司 企业的总部所在地 尔湾呢 号称第二硅谷 高科技产业呢 表现非常的突出 覆盖了生物医学 制药 无线通讯 电脑软件 等众多个领域 其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 不断的吸引着 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 这些高素质的 新移民的加入呢 又极大的促进了 尔湾的发展 第五个方面呢 就是安全方面 尔湾被美国评为 全美最安全城市之一 它的城市环境设计 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而且尔湾这些基础建设 必须都通过警察局的审查 以确保达到 基本的安全标准 例如停车场的电梯 规定至少有一面 是落地的玻璃墙 以便警察能从外面 看到里面的情况 还有所有的学校上课 放学时间呢 都可以看到警察在学校附近的街道 维持秩序 尔湾的警察在工作中 根据社区情况 基本上可以用六种语言来沟通 包括汉语 朝语 西班牙语 波斯语 这些 另外尔湾市长还表示 尔湾的一亿美元城市预算中 就有三分之一 是花在了公共安全方面 第六个方面 我们看看尔湾的公园和公共空间 尔湾市拥有约52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区 野生动植物公园和小径 构成了一个综合的自然生态空间 城县公园 Olonge County Great Park 是尔湾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除了有绿地之外 还设有旋转木马 可以乘坐巨型的热气球 从400英尺高的高空 观看整个尔湾的全景 而且呢 每个星期日上午还举行农服市场 有各种各样的美食 还有农产品在销售 新开发的各式住宅 环绕24个足球场 几十个网球场 排球场 游泳池 和大量的绿地公园等 有着醒悟的摩天伦的尔湾购物中心 Urban Spectrum Center 是开放式的购物空间 超过120家商店 21座迎平的电影院 旋转木马 吸引各地的购物客 根据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呢 公园创造了高达20%的房屋增值 尔湾虽然是阳光之洲 但是对于喜爱滑雪 却不愿意花费很多时间在路上的人 那么尔湾最近的滑雪场 蒙腾亥 山高滑雪场 从尔湾开车 大约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另外近年来 应广大的亚洲消费群体的需求 尔湾引进了非常多的 华人餐馆和超市 尔湾每个购物广场 都可以找到许多的亚洲美食 而且面向华人子弟的 才艺学校和教育学院 等都在尔湾市安了家 给华人创造了更加良好的居住环境 优越的生活品质 安全的生活环境 方便的衣食住行 良性的商业氛围 正规完善的教育机构 在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空间的同时 实现了房地产的保值和增值 尔湾不愧是华人在美国的 置业的梦想家园地 那这期儿文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